臺聯現在是全力推動ECFA公投 今天早上由黨主席黃昆輝 率領黨籍幹部和五都市議員參選人 舉行了保臺志工事事大會 黃昆輝痛批馬政府簽署 ECFA將使臺灣的政治和經濟都失去主體性 因此臺聯決定發動公投 讓人民來決定臺灣的未來 雖然臺聯推動的ECFA公投 已經通過第一階段的連署門檻 現在正朝第二階段 沉岸的目標來邁進 但是臺聯也非常擔心 將於六月三號登場的行政院 公投審議委員會 會因為這兩天律師陳長文 質疑臺聯專法律漏洞的主張 未審先判 黃昆輝是呼籲公投審議委員會 要保持超然立場公正 來做出保護臺灣後代子孫的明治決定